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低位60.25 一浪高一浪上来 还要这一下突然转急了 这个急速的程度就似这一下 亦似这一下 这些急速升完之后就会回吐 回吐幅度不大 不算很大 如果你是短线头基者的 小心 股价已经是1 2 3 4 暂时是比普利加通道高的 根据这些情况 它顶多升多 3 顶多至4 3.5 3.5 加日日就会回调 股价会回到普利加通道顶部下 不过这样 到时的通道就会再上一些 所以它回来 引致的跌幅也不会太大 在初步看 主要技术分析 只要全部利好 包括DMI 这个已经预计了 短线投机可以继续看好 这个股份 一浪高一浪 前升浪顶 是92.8.5 不是 应该是93.2 对 因为93.2 是12月9日上月9日高位 是短期非常重要的支持位 不容有失 大家记住这个位置 因为一浪高一浪 理论上 要等到这里 失守才正式确认 一浪高一浪的局势完结 即是上月20日低于82.5 但升得这么急 就不要看这个了 升得这么急 在93.2 这是我认识心得和大家分享的 如果SAL 迟些过两三个月 又急速升 就会继续大涨小回 这是短期的形势 我们看短期的形势 那升上来 如果画这些支持线 没什么意思 太低了 但升得又太急 那怎么办呢 那怎么找个阻力 找个支持位 支持位 刚才我说了 93.2 就不容有失 我看你的支持位 现在这一刻 先推上这个上升列口 即是96.5 到99.7 的上方 即是99.7 对不起 96.5 到98.2 的上方 即是89.2 现在推上98.2 短线投机 稍后再升 再推上 这个上升列口 下方 即是102.7 到时才一级一级推上 保障既得利润 另外我可以画一个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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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上升通道 如果我这样画 推到最远的条 就过了 是不是 升破了 上升通道 再这样画 如果我这样画 在这个低位 和这个低位 推上最远的条 都过了 大家看了这条线 看什么时候回来 看上边那条 至于量度升幅目标 我要看周线图 周线图 周线图 今周刚开始 都是阳竹 上周是一支 新区很长的阳竹 收市位高 保持加通道 非常之好 主要技术分析指标 全部包括DMI 都是利好的 DMI 是辅助分析指标 另外要提到 SAR极点高位 就是 86.9 阻力 一早被升破 升破之后 这个低位 869.8 是中期重要支持位 但是升得这么多 我重要支持位 当然要上移 上移去哪里 我建议 这样调整完 2、3个星期 3、4个星期 这样向上突破 你应该推上这个高位 中期在说 93.2 中期 目标下个高位 是122 2 1 4 2 4 5 4 5 5 6 5 5 6 5